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缺爱的女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女神总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男神最重要的存在 可以被男神偏爱着 可以被男神捧在手心里如猪如宝着 当女神在感情里遇到了错误的人 就必然要在感情中兜兜转转 因为只有勇敢和错的人挥手告别 才能遇到对的男神 不过不是每一个女神都有这样自愈和自知的能力 有的女神在感情中受到过伤害 就处于长期不敢谈恋爱的阶段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神身上会有这几种味道 一个长期缺男人滋润的女神 往往身上有这几种特殊气味 一个女神长期没有和男人感情的滋润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 当男神有好感 向女神主动表白的时候 他不敢接受这一份感情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不配拥有幸福的 面对男人的追求 面对男人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感情 女人不敢接纳 也不敢直视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神 在面对一份爱情到来的时候 内心的恐惧 内心的忐忑不安 多余爱情给她的惊喜 有些女神并不是条件差 而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在面对一个男人对自己的追求时 就是无法像男人一样 那么勇敢 那么自信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神 在面对男人的追求 面对男人震涉感情的表达时 她是自卑的 她不敢和男人有眼神的交流 更不敢接纳男人对自己的表白 二 不敢和男人交流的 惶恐味道 当一个女人在自我封闭的感情里 长期缺爱的时候 她在生活中和工作中 都不敢和男人有任何的交流 因为她把男人看成了 红水猛兽 或者把男人看成了 都是坏人的象征 或者把男人自定义为 坏男人的代名词 其实女人对男人这样贴标签 既是对男人的不公平 对男人的不尊重 也是对自我幸福的封闭和狭隘 你要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遇到好的爱情 可以遇到好的男人 女人总会经历不好的感情 经历不好感情最大的意义 就是让你明白 什么男人是适合你的 什么感情是适合你的 什么样才是真正好的爱情 女人要学会在错误的感情经历中 去吸取到正确的教训 这才是一个不那么好的男人 教会你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 这才是你所经历过的苦 没有白白浪费的最大贡献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神 一个没有和男人 有情感滋润的女神 当她越不敢和男人交流的时候 她的感情缘就会越差 她越容易活在自我封闭当中 她越容易把男人 看成洪水猛兽 因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女神一定要学会打开自己的心扉 不管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感情 还是长期单身 缺爱都不是你的错 因为谨慎选择一份感情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 三 对男人总有怀疑的味道 长时间没和男人交往过的女神 很难相信男人对自己的真心 她总觉得一个男人 对自己表白的时候 也许对自己别有所图 男人追求自己的时候 也许并不是真的爱自己 一个男人想要自己结婚 主动求婚 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天长地久 她很难接纳一个男人 会真心地爱自己 她很难接纳一个男人 会主动向自己求婚 因为她没有经历过 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神 对待爱情的来临 会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男人对自己的偏爱和宠溺 她也是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她不是不相信爱情的美好 她不是不相信爱情的天长地久 她只是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幸运 遇见一份那么稳定又长久的感情 一个长期缺男人滋润的女神 往往身上对爱情 对男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一个长期缺爱的女神 一个长期没有男神滋润的女神 在面对感情 面对男人的追求时 都会有自己的自卑和敏感 她无法打开自己的心扉 也无法信任眼前的男人 其实她只需要打开一步 男人就会朝她走99步 在生活中缺爱女人的数目 远远都于缺爱的男人 因为女人对感情的追求 比男人更加渴望 女人要学会勇敢一些 要学会自信一些 要学会相信自己身上的小优点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优点 也足以让你在男人眼前 熠熠生辉 男人很多时候看中的 并不是一个女人的外貌和身材 他更看中的是一个女人的内在 一个女人身上有趣的灵魂 女人在感情中多一些经历 并不意味着就是伤害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成熟 另外一种学习的过程 一个相信爱情的女神 一个期待爱情的女神 一个相信男人的女神 一个期待男人的女神 才有可能靠幸福更近一些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